好,我们来看一下比大小的题目 在这一题里面比较根号99和10的大小 那么根号99它有多大呢? 我们没办法确切的知道 所以说我们要透过一些方法 那么在这一题我们透过的方法就是将它给平方 把根号99和10都给平方 所以说我们来写一下根号99的平方和10的平方 那么根号99的平方代表就是根号99乘根号99 就等于99 那么10的平方算出来是100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99是比100小的 也就代表说根号99会小于10 好,那我们来回头看一下这个题目 题目要我们比较根号和一般数字的大小 或者是我们来看根号的题目的比大小的时候 到底要什么样来处理呢? OK,这边的处理方法就是利用先平方的方式 我们利用先平方可以做什么? 可以去掉根号 好,那把根号去掉做什么? 我们去掉了根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般数字的比大小 所以说遇到根号的比大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先平方的方法 透过先平方的方法 我们把根号给去掉 变成一般的数字的比大小 这样子就可以了